专载自百家好作者,篮球青春之奥尼尔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中锋之一,在他职业生涯中总共取得了无数的荣誉,其中就包括四届NBA总冠军,以及三届总冠军MVP,奥尼尔身高2.16米,体重长年维持在280斤左右,超强的个人力量。 让他变得十分难防,就连同时代的奥拉朱旺以及大卫罗宾旭都拿他没有办法,颠崩时机被誉为NBA最具统治力的球星,不过与庞大的体型相比,奥尼尔拥有一颗活泼可爱的心灵,性格乐观开放的他深受球迷喜欢,在中国拥有超高人气。 退役之后,奥尼尔经常来到中国做活动,今年来更是经常参加综艺节目,高校作风得到观众一致好评。 在中国期间,奥尼尔对于中国美女赞良有加,或许这与他喜欢娇小美女有关吧? 尽管奥尼尔身躯庞大,不过在选择女友的时候,奥尼尔却终爱与娇小美女。 前期与现任女友都是身高1.6米的娇小美女。 当然了,这只是相对于奥尼尔的体型而言。 来到中国之后,奥尼尔的作风没有改变,多次向中国女明星表达爱慕之情,其中就包括宋钱与杨颖。 当然了,许多女主播也是奥尼尔的心仪对象。 当然了,奥尼尔一方面是打心底欣赏中国美女,另一方面只是为了活跃综艺节目效果而已。 尽管如此,许多奥尼尔球迷,还是把这件事情当真了。 当然了,中国小伙都是反对这门情势的,毕竟不,能让美女流失外国啊。 不过如果要问到谁最适合奥尼尔的时候,网友们脑洞大开,给出的答案也是让人很负大笑。 有许多网友调侃,以赵奥尼尔喜欢教小美女的习惯,如果被奥尼尔看得赵丽颖的话,骨架奥胖会追到底。 毕竟赵丽颖娇小可爱吗? 当然了,也有网友认为,韩红最适合奥尼尔,韩红老师身高度高,而且体型与奥尼尔相似。 但有些网友给出答复就调及了,他们给出的答案居然是陆韩,吴亦凡,这两位铁骨定睁的汉子。 不得不佩服网友的脑洞,不管如何,奥尼尔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,乐观的性格带给我们无数花了。 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要以为奥尼尔选择一位最适合的明星对象,你会选择谁呢? 不妨说说你们的答案。 不妨说你们的答案。